妈妈,能再跟我讲讲你是怎么在很多小猫里选中姐姐的故事吗? 李田的女儿撒娇问她 我趴在旁边百无聊赖地甩着尾巴晒太阳 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要用一生来讲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觉得李田有毛病,每天下午都来宠物店看我 许愿我打折 我从刚开始浅家阴一下,到后面懒得搭理她 我真的打折以后,她又骂别人没眼光 她和老板拉扯了半小时后,终于带了我回家 装模作样一阵子,荣华富贵一辈子 这是在店里传奇贵妇告诉我们一众小仔的 想当年,她就是靠十分钟夹子音拿下多斤的仆人 可我跟李田一回家,宛若晴天霹雳 这什么呀?王子的宫殿呢?仆人呢? 我喵喵叫,缩在笼子里不肯出去 她想伸出手来摸我,被我狠狠挠了一下 我看到她抬起手,恐惧地闭起了眼睛 店里的贵妇就是因为伤人,又被退回来寄养 只能给我们一次次讲从前的辉煌 我等着被退回去,又或者挨打 打折都迈不出去就打死 这是老板的口头禅 我的邻居二胖,挨完打后,没有再醒来过 我姐姐被挑走前,要无扬威地舔着爪子告诉我 你这么丑,一定没人要,等着被打死吧 脑瓜子上传来的温热,让我惊疑不定地睁开眼 李田一脸骄傲地对着我说 从今天起,你就是妈妈的嫡长女了 李田总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出门之前,总会亲一下我的脑门 跟我讲,妈妈出门给你争惯惯了 她才不是我妈,我妈才不会一去打猎 就是一整天,让我一个人在家里 她还装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人不在,声音却能从那里面传出来 宝宝,好好吃饭饭了吗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哦哦哦,她还好意思提饭 在她第一次摆一坨不明物体放在我面前 示意我吃的时候,我震惊地退后两步走 喵这是什么 我的冻干零食罐罐呢 她满脸谄媚,宝宝,这是猫饭 妈亲自下厨座的 我转身就跑,结果脚滑脾差了 她第一反应竟然是哈哈大笑 然后拿手机拍 哈哈,你们快看,我女儿真的很傻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我有猫了 她拿着块黑砖,挨着给每个人说她有女儿了 笑得像吸了猫戒圣品 突然板砖里传来声音 对一个畜生这么尽心 不知道关心自己爸妈 给小畜生花了不少钱吧 这么胖,杀了能炒盘肉布 我猛地看向她 她捂住我的耳朵,念念有词 小猫咪听不得这个 那晚她难得的没有骚扰我,抱着我猛吸 只是小心翼翼地圈着我说 宝宝是我的家人 我不小心踩亮了她的手机屏 上面是我们的合照 家人 哼,她只是我的仆人而已 我的仆人简直越来越放肆了 现在连第六天也要出去打猎 我趴在她包上不起来 喵,今天应该在家陪我的 她一脸无奈 嘟嘟,妈妈今天要出去一会儿 听不懂,反正今天该陪我的 我亮出了杀手锏 露出肚皮疯狂打滚 果然有效 她考虑了半赏,嘀咕着 真是有了孩子拴重吗 到了晚上,趁我吃饭的功夫 她一个人进了房间 刚开始压低了声音讲话 到最后大声喊出来 公司要辞退我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个说法 组里小领导幸灾乐祸地回答 你是不是你们组里加班最少的人 她继续回答 我不加班 是因为我按时完成工作了呀 领导理所应当 那你完成了你的工作 也可以帮助其他人啊 别人都周末自愿加班 就你不来 争吵还在继续 我有点心虚 是不是因为我 仆人才被骂 我轻轻地凑到她身边 蹭蹭她的手 她虽然身子都在气得发抖 却还是一下一下地摸着我 我觉得仆人好奇怪 都没有什么同伴 唯一的乐趣就是玩黑盒子 她又按了几下 刚开口 沐沐啊 我跟你讲 我那个公司 田田 我现在有点忙 一会儿跟你说啊 她又失落地放下了黑盒子 把脸埋进了我的毛里 要是以前我早跑了 可是今天我没挣扎 有什么热热的东西 一滴一滴落在了我的皮毛上 我想挠它 又收回了爪子 晚上破例 我跟她一个被窝 却发现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直到吞下几片白色药片 才睡踏实 我在好不容易打算 接受暂居这里以后 却发现 李田的家 不是她自己的领地 而是属于一个叫做房东的人 砰砰砰 门被拍得震天响 我一溜烟钻进床底 一击戒备 从下个月开始涨租了呀 电费也涨 李田据理力争 合同还没到期 涨租也应该按合同时间 合同到了 我会搬走 记得退押金 她说完就想进来 房东撑开房门踢着牙 那我下午就找人来换锁了 没钱就别租 什么押金 你看看 你把我这房糟蹋成什么样了 说着 她拿了盏灯就挤进来四处乱晃 惊到了我 你瞅瞅 这塑料板凳上都有划痕了 还有灯泡也起雾了 要不你就跟了哥 你看这儿你想怎么住就怎么住 她说完 就要去摸李田的脸 李田顺手就给了她一耳光 不愧是我的仆人 真厉害 警察来了后 那死胖子说 是他先勾引我的 我这么多套房 犯得着找他吗 警察同志 你们可得给我做主 李田手插腰一直在身边 明明是他违约在先 还对我动手动脚 可刚刚听热闹的人都房门紧闭 生怕惹上麻烦 死胖子被带走前叫嚣着 合同里没规定 能不能养宠物 我让你们赔得倾家荡产 李田给我煮了一大盆猫饭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吃 到了晚上 他黑盒子里又来了声音 现在我知道那叫手机 妈 能不能借我点钱租房子 我前几年的钱都打回去了 他的声音有点奇怪 好像在强忍着什么 你钱都花哪儿去了 是不是一天不学好 毕业这么久 还问家里要钱 别人已经给家里买着买那了 你钱呢 他长叹了一口气 扣上了手机 又换了副笑脸来摸我 嘟嘟 妈妈保证 咱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家 我低下高贵的头颅 跟他贴了贴 勉强相信这个大饼 但我真后悔相信这个大饼 李田一定是疯了 走哪儿把我背哪儿 你一个人在家 妈不放心 我们去找新房子 新房子没找到 反倒是回去后 门口站了两人 李田见状把我往身后藏了藏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他的声音有些勉强 怎么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 我们来错了 对面的人说话语气 我很不喜欢 我发出嘀吼声 谁允许你对我仆人这么说话的 他是你祖宗啊 你一天把他这么供着 有个女人一脸嫌弃地看着我 李田把我牢牢护在怀里 开完门 那两人挤了进来 为首的女人 四下巡视了一圈 你倒是住得不错 这个月家用呢 我被辞了 没钱 李田把我从包里放出来 边给我放梁边回答 啥 被辞了 为什么不辞别人只辞你 那女人的声音高了八度 我直接下炸毛了 你有钱养着小畜生 没钱给家里 那女的用手就要来戳我脑袋 李田把我抱在怀里哄 不怕 不怕哦 转头对他妈妈说 我之前所有工资都给家里了 你说 帮我存着了 钱呢 我失业了要用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 那个泡女人要来就李田头发 我兜头就是一招 不准你碰我仆人 可惜我高估了自己 一下就被女人抓住了尾巴 失去平衡 重重地灌在地上 你干嘛 李田狠狠推开他妈 就要来捞我 但他被一直不说话的男人 一耳光抽倒在地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敢和父母叫板 他说完还往我身上踩了两脚 李田扑过来护住了我 我来就是告诉你 混不下去 就乖乖地回去相亲 这么大年龄不结婚 你不要脸 我跟你妈还要 说完 他们就在房间里东翻西找 还踹翻了我的猫窝 他们走后 李田哄了我很久 我才愿意出来吃东西 宝宝是不是吓到了 妈妈给开个罐罐 他明明是笑 却比哭都难看 我一拳一拐 围着他走了几圈 一直要他抱 他终于忍不住痛哭流涕 对不起 对不起宝宝 妈妈太没用了 可我睡了一晚起来后 他不见了 可能是出于动物的天性 今天的我格外焦躁不安 这种感觉到上午的时候达到顶峰 晃一晃 他就会忍不住跟我说话 可今天我用爪子拨了拨 都没有反应 平时放小零食的地方 也没有东西 他虽然抠 可平时会在房间里 放上些小玩意给我磨牙 我越来越暴躁 在房间里不停打转 数据线 卫生纸 我目指所及 所有的东西都被我撕碎 李田 你昨天才说过要对我好的 我想抓沙发 却又想起他紧皱的眉头 只能蹲守在门边 能第一时间听到他回来的脚步声 突然 我听到一阵密集的脚步声 我支起身子探头 不对 这不是李田 我又趴下来 摊成猫柄 门外越来越嘈杂 他们说着什么 快去看 有人要跳楼了 跳楼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是我们家传绝学 大惊小怪的人类 我正打算睡一会儿 继续等李田 门猛地被打开 我刚准备假装没有在等他 扭身回卧室的时候 有个人大吼一声 就是他 说完就把我夹到嘎吱窝 蹭蹭蹭蹭上了楼 我拼命挣扎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抢猫了 但当我被带上天台时 我看到上面站了的人 在风中摇摇欲坠 像一只残破的蝴蝶 他扭过头来 我的瞳孔因为惊吓 变成了树桶 是李田 我撕心掠肺地嚎了一声 喵 妈 你不要我了吗 天台的风好大 吹得我都要凸了 可我妈站在那边 像是不知道冷 有个人不停在劝她 世界这么大 人生还有这么长 你又这么年轻 有这么多美好 你有什么困难 你说先下来 回家好好洗个热水澡 睡一觉 困难总会过去的 她一步一步接近了我妈 我妈慢慢对她伸出了手 与此同时 那天来闹事的中年男女 上去就给了她一耳光 你疯了呀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我们脸都被你丢尽了 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 养出罪了是吧 不就说了你两句 你跟我们要死要活的 那你就去死啊 旁边也有人附和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的 一点也不知道 为了父母考虑 李田眼里蓄满了泪水 八岁那年 你骗我去镇上买糖 回来的时候杀我的猫 十八岁的时候 你们偷改我大学志愿 毕业后拿光我所有钱 这都算什么 她爸还在嘴硬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我们毕竟生养了你 别说一只猫 我要你的命 你都该给我 好 我这就给你 她惨淡一笑 又准备转身往下跳 突然我被人高高举起 李田 你冷静一下 看看你女儿 你的社交账号里都是这只猫 你一定很爱它 你放心 把它一个人留下吗 我也应景地嚎了几声 李田 你别死 我不想再也见不到你 李田 我会乖 再也不要数据线了 我也会自己埋屎 妈 你也不要我了吗 她转过头 正正地看着我 她在发呆的空隙 被人扑倒在地 我也跳到地上 然后我发现自己想尿 却尿不出来了 再醒来后 我是在陌生的地方 地下的橘猫热情招呼我 你醒了呀 介绍一下 我是这里的院长 还没说完 她就被穿着白大褂的人 拖走了 我是院长啊 有事 有事记得找我 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好 会给我好吃的猫条和罐罐 可我还是想我妈做的猫饭 讨厌的李田 怎么一次都不来看我 旁边的梨花揍得我好痛 她还很会装 妈妈人家要摸摸 每次她妈来 她就整着死出 喂 你妈怎么不来看你 你是流浪猫吗 我才不是 我才不是 我是李田的嫡长女 可是李田很久都没有出现了 小老妹 哥跟你透个实话呗 你呀 多半要被放弃了 橘猫是这里的百事通 经常有醉一手的消息 尽管我不想听 却还是竖起了耳朵 嘖嘖 你这种猫 很麻烦的 知道啊 你的耳朵 和我们不一样 以后要花老多老多钱了 上次送来的像你这样的猫 主人没来过 很快就去喵星了 我难过的趴在栅栏里 想着李田没有钱 应该就是不要我了吧 旁边的梨花 看见以后告诉我 没关系 大不了你跟我回家 我妈老爱我了 以后我照你 我不想搭话 我有家 我有妈妈 我妈妈叫李田 她可能 可能就是有点忙 但怎么我见不到她 连饭都不想吃了 每天来喂饭的小姐姐 急得团团转 李嘟嘟 你这样 你妈可要担心死了 李田疯疯火火 进门的时候 我觉得 她浑身都在闪光 然而她说出的话 却是 逆女 你不好好治病 想上天吗 我又重新抖起来了 每天都要告诉两林 那天 就那天来的人 是我妈 你们都看见了吧 出院那天 我不想进包 紧紧扒在我妈肩上 她一直在跟我解释 你不管我能不能听懂 妈妈之前是生病了 但是嘟嘟真厉害 救了妈妈 我去和钱公司打官司赢了 我们有钱住新房子了 妈妈会保护好你 以后绝对不会有人伤害你 我喵喵地回应着她 随着太阳慢慢落下 我们到了新家 打开门我就惊呆了 有一个大大的心窝和猫爬架 她还给我系上一枚小金锁 一脸骄傲地告诉我 我的女儿跟着我就是享福的 可我寻视一圈后 就闻到了姐姐的味道 于是 呲着牙不肯让李田摸我 她头一次没管我的情绪 强硬地抱起我 让桌子转了三圈 土地公在上 这是给我逆女李嘟嘟上户口 我一脸猛逼 还是不想理她 我能感觉到 这个房间里有别的猫存在 你不是说在忙吗 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吗 骗子 骗子 我胡乱地挥动爪子 给她脖子抓出了血痕 可这次 她并没有之前那么宽容 反而一脸严肃 嘟嘟 你这样 妈妈真的伤心了 说完就把我单独留在客厅反省 我示威一样 在每个角落都留下自己的气味 就这样过了几天 我姐姐耀武扬威地 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她尾巴翘得高高的 告诉我 你看 你就是不招忍爱 她熟忍地走到我妈跟前撒娇卖萌 我还在怂气 不肯理我妈 到了晚上 我猫猫碎碎溜进我妈被窝 跟她撞偷偷告别 其实 我也没有那么小心眼 橘猫的话 我一直记得 我也希望有人能替我陪着李田 可 我就是有点不开心 那个人不能是姐姐 我还是小猫的时候 姐姐就常常把我挤开 不让我喝奶 长大后 有个人想买我 姐姐却疯狂撒娇 最后她被带走 我只是 有点难过 为什么我的妈妈也会喜欢姐姐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离家出走了 幸亏她还没来得及风窗 本公主要去流浪了 也没有猫告诉过我 流浪生活这么苦啊 要吃没吃 要喝没喝 还得和别人抢地盘 众星捧月的是三花姐姐 冷漠无情的是梨花大佬 大局很好 可她吃得太多 没办法收留我 只能指点我去一个地方 到地儿后 我看见一只幼崽跟我打招呼 你要我是小汤圆 我妈妈一会就回来 姐姐 你是谁 我 我是李刀疤 我要给自己起一个威武的名字 行走江湖 哦 刀疤姐姐 那你先吃吧 说完她就闪到 一边去等她妈妈 我边吃边愤出眼神 偷看小汤圆 全然不知此时的情景 全被直播间的网友看到 我去 谁家的傻猫 哈哈 眼神还带匹刹的 匹刹姐 一看就是第一次来 屏幕外的李田 咬牙切齿地回复楼上 我家的 回到猫屋 我正吃得渐入家境 突然一只大手伸进来 冲着小汤圆就去了 眼看小汤圆就要被捏断气 我义不容辞冲到前面 咬了她一口 招呼小汤圆快跑 快去找妈妈 我被大手拎着后颈皮提起 又重重摔下来 死猫 坏了老子好事 她又拿出手机对着我 今天 我就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烤拳猫 说吧 您笑着就朝我走来 我还想再挣扎 又被砸断了后腿 我甚至能闻到皮毛烧焦的味道 我妈正在干什么呢 是不是在给姐姐做猫饭 我准备认命了 却有了转机 我已经报警了 这是我个人搭建的猫窝 几个小姑娘 手挽着手来救我 最后 我被她们带进了救助站 一个女孩惊讶地出生 她不是流浪猫 她排在后面有电话的 救助站里 猫猫太多了 吃饭全靠抢 没有人理我 直到有只小猫问我 姐姐 你也是一个人吗 你见过我姐姐吗 她跟我长得一样 她叫大豹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讲 我被抱来的途中 听见那些人说 有只叫大豹的猫 被人淹死了 我只能帮她舔舔毛 告诉她 也告诉我家人会来的 我们这儿怎么来了个死肥宅 还那么高傲 我听见她们窃窃私语 我的内心逐渐被瓦解 怪不得李田喜欢姐姐 我现在连身上的皮毛 都被烧得参差不齐 挤在她们中间 每天寄一顿饱一顿的混 她们有很多是从小流浪 也有许多是弃养 我跟她们讲 我妈可喜欢我了 亲手给我做饭 她们都羡慕坏了 可我的尾巴越来越痛 我甚至不能趴着 只能坐下 也吃不下去口粮 每天缩在角落里 想着从前 就在一天夜里 一个熟悉的身影闯进来 就算她戴着口罩 我也能认出来 我拼命往后面藏 看不见我 她看不见我 李田蹲在前面拍着手 宝宝 乖宝宝 来妈妈这儿 我都看到你了 等我慢慢走过去 她突然捞起我 小崽子长本事了是吧 我喵呜喵呜想哭 不是我长本事了 而是你不喜欢我了 我想跳下去回到猫群 可稍微一动就痛得要猫命 只能安静扑扶在她怀里 看着她T四横流地 跟救助人员道谢 谢谢 谢谢 要是没有她 我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我悄悄呸了她一口 虚伪 明明你还有一只 连夜回到家后 家里却没了姐姐的踪迹 我探头探脑地下地 家里真的只有我的味道 我又亮出独门绝技 翻肚皮撒娇 喵呜妈妈 来摸摸你的女儿呀 她抱着胳膊 靠在墙边冷笑 本事见长啊 知道去流浪了 听不懂 听不懂 我只是只小猫 有什么坏心思呢 继续打滚 最后她没受住我的美人计 又把我搂在怀里念经 她不知道我能听懂多少 但我们是家人 宝宝啊 妈妈只是参加了一个救助活动 在家放几天 找到领养人就送走 妈妈总觉得 多救助别的小猫 万一你丢了 别人也能对你好点 我不会养第二只小猫的 一碗水呀 端不平的 妈妈求遍漫天神佛 要索命就索我的命 千万别碰我女儿 可她不明白 我有多害怕 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 不会再有比她更爱我 这只小猫的人了 打雷的时候 她整晚守着我 每天陪着我 不嫌弃我的耳朵 和别的猫不一样 别的我都听不懂 只有那句 我不会养第二只小猫 让我兴奋了一整晚 可我越来越不爱动 连以前最爱玩的小蝴蝶 都扑不动了 橘猫的话 我一直记得 妈妈 如果有人能替我陪着你就好了 幸运的是 过了不久 她就带了一个男的回家 猫猫的直觉 让我不太喜欢她 可是我妈喜欢 她看她的眼神 就像我以前在店里 偷看店草猫 咪咪过来 她叫嘟嘟 不叫咪咪 我妈纠正她 她的脸色变了一瞬 又立马调整过来 嘟嘟 来爸爸这儿 我没理她 她要来摸我 被我很挠了一下 我妈解释道 嘟嘟不喜欢陌生人 她善笑了一会儿 十分阴毒地看了我一眼 她和我妈 一直在用大黑盒子打游戏 直到我妈给我放第三次凉 她还没走 甜甜 我想 洗个澡 她一直在找借口滞留 我妈红着脸让她去 她去得匆忙 手机就落在外边 叮咚 你有新的消息 李甜没克制住好奇心 看了好一会儿 脸色明明暗暗 捞起我就跑进卧室 反锁了门 甜甜 李甜 人呢 外面的声音 从询问变成不耐烦 最后倒威胁 你是不是看到我信息了 哎呀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不就一只猫 就当送给我们玩 你再不出来 我可踹门了呀 我数三个数 李甜咬紧牙关不出声 刚刚在手机相册里 她看到各种虐猫照片 险些呕了出来 直到警察来带走了她 李甜才结后于生班 抱着我说 差一点 差一点 妈妈就要失去你了 经过这件事后 我们又换了房子 只不过 这次应该是我妈自己买的 她还给我做了一个 猫猫房产证 仔细叮嘱我 以后你就是有房产的喵 可不敢跟穷小子跑了 在得知她买了新房以后 她爸妈又来了 怎么 这么宽敞的房子 不打算把我跟你爸接来 小畜生都有自己的房间 我们没有 他们好像忘了 之前是怎么逼我妈的 嗯 贷款买的 还差六十万 你们方便交一下吗 如果交不上 随时会被赶出去 我无所谓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你们如果来城里住 灰溜溜又回乡下 还要脸吗 对了 欢迎你们去告我 可你们现在还不到 给赡养费的年龄吧 说完她耸了耸肩 做了个送客的手势 她爸爸又想用我出气 她拎了一把刀 在我面前站定 这次 你动她一下 我剁了你手 信不信 你 你 你了半天没再说出一个字 他们灰溜溜的走了 赶走他们后 李田又哭又笑 嘟嘟 妈妈做到了 是啊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可我 好像坚持不住了 又是这家医院 橘猫懒洋洋的招呼 老妹 又回来 哎呀 我痛得实在没有力气回答她 我不知道 我到底生了什么病 只是从此回家以后 每天都要吃很多药 连最喜欢的跑酷都没心情 李田常常看着我 脱抹掉眼泪 不过还好 她找到了本喵认可的爸爸 就是那个在天台扯了她一把的男人 后面的日子 简直过得飞快 我也不知不觉 变成了一只老猫 每天早晨 我妈都要捏手捏脚的来试试 我还有没有呼吸 她以为做得很隐蔽 可是我是猫癌 再后来 她有了自己的人类幼崽 她告诉我 这个是妹妹 以后你就是姐姐了 真好 我也当姐姐了 我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 可某天 一觉睡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悬在空中了 李田试过我的呼吸后 愣了很久 小心翼翼地捧起了我 像第一天带我回家那样 喵爸很有默契地没有多问 默默跟在她后面 我长眠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妈妈还对我的肚子上盖满了小花 看完这些 我就被吸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姓名 李嘟嘟 年龄 11岁 性别 母 文化程度 无 登记完这张表 我就被分到了一个小房间 这里到处都是小猫 应该就是喵星吧 我打量了一圈房子 觉得有些小 妈妈要来住估计不够 我还得出去努力打工呀 不过每抓够五千只老鼠 可以回去看妈妈一次 可是我要存钱买房子 所以没回去过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人通知我 你要等的人来了 李田站在分岔口四处张望 看见我就给了一脑瓜崩 你出息了是吧 连在梦里也不来看妈妈一次 她边说边哭 养大的女儿拖出去的水是吗 你不知道妈妈多想你 我挠挠头 拿出一本房产证 不是啊妈 我得给你买套房 以后才能接你过来一起过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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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